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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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还是没有放人 放人 不但不放人 连让我看都不让我看一眼 这个暴满周都也太不祥明了 天死我了 算点你别生气 大少爷批你是知道的 咱别把关于闹僵了 不行 那就让他这样一直惯着刘铁冈吧 不是 真要把我抱点车惹鸡了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 小姐 这一边是刘探长 一边是大少爷 咱可能硬来啊 得想个别的办法 喂 马上创临 有炸弹 出什么事了 快跑 有炸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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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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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刚 处长 报告处长 我们都排查过了 没有发现炸弹 小胡 小胡 这 这 这 子刚 怎么样 我聪明吧 不错 不错 跟了我之后啊 变聪明了 什么叫我跟了你之后 变聪明了 我本来就聪明 是你太笨了吧 好好好 我问我 我问我 你这样做不怕你大哥生气啊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那 再不行 我跟他陪个不睡 让我爹出来帮我说说情 那毕竟是我大哥嘛 他还能把我怎么着 也是啊 阿淳 你要跟我去到风险社了 我要问一下老姚 有没有把唐玉景救出来 阿锦又怎么了 阿锦被日本人抓走了 什么 我派人调查过来 我派人调查过来 唐玉景的确被关在警户上 那你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救他 现在非常失欺 受有不慎 必会引起战乱 但老板也是怪责下的 你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小伟 子刚 你不用求他 我们报家帮不怕事 我和你一块去救阿锦 走 站住 你们去吧 但千万要记住 别暴露了身份 知道了 我有分寸 站长 宣布房的报板钟来了 带了很多警察 说是要搜查这里 一定是冲着子刚来的 你们俩从后面走 那你小心看 走 去看看 跟上 报警 你怎么又来了 刘子刚在哪 刘子刚 不是被你们抓起来吗 他跑了 我怀疑他又跑回到这来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不介意 我在这儿找找看吧 报警长 请便 起诉 是 快点 这边 这边 快点 来 这边 这儿 小虎 小姐 兄弟们都带家伙了吧 待了 等到天黑 我们就行动 走吧 处长 都搜过了 没找到 处长 都搜过了 没有找到刘子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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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爸 你怎么了 你脸色不好 你是生病了吗 没事 今天要吃了吗 吃了 爸 我昨天晚上想起很多事 想起什么事 阿锦送了我很多粉色的蔷薇花 有这事吗 他追求过你 可是我听我哥哥说 我跟他 你不喜欢他 你们两个经常吵架 女儿啊 该忘了 忘掉的了 好好养病 怎么回事 钢门长官一直在发高烧 我给他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 是 去把唐玉锦带过来 是 来 来 起来 快起来 干嘛 找罗总跟我走 走 好 好 好 我 我 我看你了 你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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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 上长 唐玉君对我们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告诉他们 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他干净 是 干嘛 你们干嘛 进去 我们去哪儿啊 找废话 我自己回家 来人 长官 唐玉锦呢 社长派人把他带走了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带到河边了 可能要将他处决 为什么要处决答案子 钢本先生得了败血症 要送回日本治疗 唐玉锦已经没用了 这几只傻音 难道连败血症都治不好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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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头行事 是 走 喂 是东山社长吗 我是东山龙盛 我是洪桐 刘子刚和豹满春 去救唐玉瑾了 请做好防备 我知道了 来人 站着 有人要来救唐玉瑾 设个局欢迎他们 是 从后门进 走 起来 走 走 走 别动 大家放下 别动 上当了 可惜了 小姐 咱 咱走开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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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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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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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小姐 妈的 怎么会有埋伏 我也觉得奇怪 快撤 有人来了 快走 不是 是老娘 走 今天多亏你们了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抓了个日本特工 唐玉瑾冠官在哪儿 他不再会射 他被带去枪决了 他被带去枪决了 干嘛你们 报价帮既然敢来挑衅我们 我们也不能怠慢了他们 你带一群人去浦东 把报价帮的老挝给我端了 是 社长 我们准备好了 一定要把钢本龙椅长官 安全地送到日本 请社长放心 路上小心 找到钢层英旗和施叶腾了吗 还没有 这两个人跑哪儿去了 再去找 是 桃玉锦呢 是 走 就是那个人 把唐玉京叫走了 不对 现场没有第四个人的脚印 看这儿 这应该是一个膝盖的印子 并且只有一个人 说明唐玉京当时是 丹西贵在这儿 再看这儿 这个脚印力度非常大 应该是唐玉京当时 在发力攻击 你听到了几次枪声 我只听到了一声 我明白了 你来看 我给你回答 我是你有机会 你什么的 我四天 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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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玉剑已经完全恢复了 唐玉剑已经完全恢复了 黑衣 又回来了 唐玉剑 唐玉剑 阿宝 你的手好了 现在什么都别问 你马上收拾东西 到欧亚摘古安店等我 听见没有 好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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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 开快一点 是 丑林中弹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姐姐 她杀了太多无辜的人 也包括我只爱的亲人 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姐姐 今天我要替她报仇 我要杀了你 好啊 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 今天 我就让你给我姐姐陪葬 获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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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别我就拿点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怎样 没有 我以为你 以为你 不是 我以为你 以为你 ies 搬 是 我们都会 唐一君骗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你怎么来了 唐医生让我来的 阿锦 阿锦还活着 而且她居然完全恢复了 那她现在人呢 我也不知道 唐医生 阿锦 阿锦 阿锦你还活着 你怎么变成黑衣了 好 这个事说起来很复杂 快快快 里边坐 原来你跟青狼决斗 是为了复仇啊 那青狼的父亲是黑衣杀的 他为什么要找你啊 十六年前的黑衣 就是我父亲 那十六年后 你继承了你父亲的遗旨啊 阿锦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妈 我是黑衣的事 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我怕给你们惹麻烦 那子言知道吗 不知道 其实 一开始假扮黑衣的人 就是她 我也猜到了 那受伤变残废的事 也是假的喽 是真的 从青狼把我打伤之后 我用了各种西医的方法治疗 但是都没有效果 说实话 有一段时间 我都绝望了 还好后来 是老丁救了我 我的姑父是中医师家 他有一整套 针灸治疗的方法 我把资料都带过来了 你好好研究一下 对症治疗 也许会有好的疗效 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研究中医 我是一个学西医的人 一直以来 对中医都是不屑一顾 总觉得它很不科学 后来 我接触了中医 我才真正了解到 中医的博大轻身 是西医无法比拟的 西医有西医的特点 而中医讲究的是 以人为本 调理治疗 看了老丁送给我的书籍 和资料之后 我给自己定制了一套 非常详细的康复方案 除了针灸之外 还有促进肢体功能 恢复的运动 什么运动啊 跳舞 还有打麻将 跳舞和打麻将 也能治病啊 跳舞呢 可以锻炼我的下指 打麻将 可以锻炼我手指的灵活动 这样一来 日本人会认为 我正在沉迷与享乐 而且放松对我的警惕 那你那个 注尚马菲是怎么着 谁注尚马菲 那是生理盐水 这小子 把咱们都给骗了 没办法 日本人在监视我 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只能选择隐瞒 在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不能让我身边的人身处险境 可是唐医生 没事了 阿宝都过去了 这阿锦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好 那个 那个蛇呢 蛇是怎么回事 对啊 蛇也是为了治病 蛇本身就是一种药 用蛇毒萃取的液体 配合针灸 效果更好 上次你们到通风堂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你是学西医的 竟然用中医的针灸 治好了自己 你真厉害 针灸不但治好了我 而且我还发现了 现在 她们有akan来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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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对 感谢观看 你让我叫小鬼子开口 配钥匙不可能 因为时间又不够 我决定冒一次血 那你是故意扎钢笼匙的 在我进入赌场之后 其实我知道 有日本人盯我的伤 而且我也知道 他们肯定会跟我们 到复兴社 我把钢笼匙扎伤之后 你们肯定要送他去医院 在路途里面 我肯定追出去 那样的话 他们就会把我抓走 我可以借机 汇落他们的总统 那你是拿自己的命 在等我 可是我赌赢了 因为他们认为 我是个疯子 是个废人 来来来来 糖疯子 喝杯酒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在密室里 继续用针灸来治疗我的手 在那儿我最终康复了 钢笼医受伤了 京都诸事会社呢 又没有医生 可是他们又不能 把他送到医院去 因为他们觉得 那样不安全 于是就把我留下了 让我给钢笼医来治病 有一天早上 我在给钢笼医治疗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个 日本人的头目 拿了一份机密的文件进来 在那个时候 我就决定我要开始行动了 于是呢 我就给钢笼医身上注射了 过量的药物 让它产生药理反应 趁这个机会 我把文件偷走了 日本人怎么也想象不到 我会把文件 放在钢笼医的身上 再加上我做的那些检验 他们根本就无法确认 是什么人把文件偷走了 那你后来怎么把那些文件 拿回来的 我跟他们说 说钢笼医得了败血症 必须要回日本治疗 那你这不是把自己 往火坑里推 那日本人是会灭口的 就是要让他们杀我 我才有机会逃跑 你又赌我一次 可是我又赌赢了 对 等我逃走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拦截到了 钢笼医 把文件拿出来 你这些事儿啊 听起来波澜不惊 可这里边杀鸡似乎 步步惊心哪 其实 我混进他们的总部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啊 帮子言找解药 那找到没有 找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子言终于有救了 哎呀 这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厉害 子言 看看 学着点吧 阿锦啊 你这次啊 真是立了一大功啊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你别这么说 应该是我感谢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还是个 没用的废人 你俩别互相客气了 咱们说说 日本人计划的事儿 哦 稍等一会儿 我让小顾呢 拿着文件去找人翻译了 老丁 上 好 文件都翻译出来了吗 翻译出来了 你看 上面怎么写的 日本人研制出了一种 全新的定式炸弹 威力巨大 他们想炸坏上海的一些 重要的建筑 给国军进入上海制造困难 同时 引发大混乱 行动代号是什么 活生行动 行动事件呢 文件里面也指出行动的事件 肯定要听从军部的指令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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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小虎 你怎么来了 一帮小鬼子 杀到浦东香糖去了 怎么样 没事 快走 快走 帮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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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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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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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住 您没事吧 郝叔叔 这不方便说话 我们先离开这儿 好 走 走 爹 咱们快走 一群飞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文件一定是被唐玉琴偷走了 社长 这都是我的错 请您责罚我吧 公子 不管你的事 你不用为他承担责任 钢藏剧 都是你放股归山 酿成大祸 东山社长 火神行动的文件里 只有行动内容 并没有具体的行动时间 即便是唐玉琴偷走了文件 对我们也没这么明显 可是你知道吗 黑翼复活了 在中国人的眼中 他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英雄 英雄 我击败过他一次 同样可以再次战胜他 东山君 您不要担心 钢藏杀不了黑翼还有我的 我手中的刀 可是一直在等着黑翼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唯一任务 就是撒掉黑翼 爹 爹 爹没事吧爹 没事 爹 想灭我保驾吧 没那么容易 帮主 爹你小心点 帮主 帮主 您怎么受伤了 没事 死不了 进去吧 快进去吧 慢点 帮主 伤得不厉害 就是子弹划过了 没事 阿景 我爹没事吧 没事 没伤着筋骨 爹 我帮你包上啊 这伤了点皮毛 不要紧 那也得包上啊 上点药 过两天就好了 阿景 你也别回董董汤了 你和阿宝呢 就住在胡亚寨吧 那里比较安全 好 我一会儿去找老杨 把任本人的行动计划 告诉他 真的是没想到 这些事 都是盖门中热的 阿景 你放心吧 我让我爹啊 跟我哥去说说情 阿景 你放心 我那个儿子 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我的话 他不敢不听 谢谢包叔叔 包住 阿景 你给我听听 狗日的鬼子 毁了我报家帮的香糖 伤了我那么多地球 这笔账我给他记着了 也一定让他加倍偿还 敢不敢跟我干 请您老人家放心 打鬼子的事 这儿 二话不说 我提枪就上 好 有骨气 小白脸 三日不见 刮目相干哪 好 这个吧 爹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真是 对了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阿淳 你能帮帮我 你说 我现在不方便去留公管 你能把子言的解药 把我带进去吗 好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 要不现在就去了 快去吧 阿淳 等一下 你有什么要听嘱的还 你大哥最近 是不是经常去留公管 哪是经常啊 是天天 都快成刘家人了 那依你对你大哥的了解 如果他知道子言能恢复记忆 他会怎么做 子言恢复记忆 那他就不想我大哥 喜欢你了呗 刘叔叔 我回去问了一下 确实是阿淳把子刚带走的 胡闹 阿淳从小就是这个脾气 不过好在子刚也有所顾虑 我想最近不会再闹出什么乱子了 有个人能管住他也好 希望你妹妹 能让他安稳下来 我会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他 我会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他 最近都是些烦心事 一点也不让人安生啊 后天是子言的生日了 刘叔叔 我想给子言办一个生日宴会 把上海的这些名人政要 全都请过来 给他好好庆祝庆祝 眼瞎 时局这么动乱 你还是要商量吧 您放心 我有分寸 给子言庆祝一下也好啊 让大家 都沾点喜气 少点回忌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您商量商量 说 宴会那天我想向子言求婚 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刘叔叔 我让美国的朋友 帮我把钻戒都带回来了 我对子言是真心的 我很有诚意 你一直都很用心 这我都看着眼里 刘叔叔 您是同意了 那 你就先好好准备准备 给子言一个惊喜 好 嗯 百香 嗯 嗯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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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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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